今天凌晨4点左右 在海南丹州那大镇突发龙卷风 导致一些工棚和铁皮房倒塌 有人员伤亡 相关的情况 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央视记者杨涛 杨涛你好 请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好的 主持人 那么我现在就是在海南丹州的那大镇 在今天凌晨4点左右 龙卷风是奇迹的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的左手边 这里原来是两个铁皮的工棚 它是木材还有家具加工的地方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这两个工棚完全是已经给吹塌了 露出这个钢筋 这个铁皮它是吹得到处都是 现在这个风吹了 还听到哗啦哗啦的声音 另外在这个工棚后面一点的地方 有一栋比较高的楼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它这个上面的铁皮房 也是被揭去了一大半 另外旁边还有一个生锈的铁皮 其实它也是一个铁皮工房的一个顶 但是现在已经是完全吹塌了 那么再来看一下 在这个铁皮工棚的旁边 原来是有一排很大的树 这个直径是超过了10公分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排树可以说是被蓝腰吹断了 这个树子是倒在这个地上到处都是 再顺着我们的镜头到这边来看一下 在我的这个右手边 这里也是有一栋房子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房子里面 包括吊顶 还有像这个地板等 还有这个铁皮都是已经吹得是七零八落 可以说是一片暖极 我们再往后面看一点 在这个房子旁边 它的窗户 玻璃窗是往前给吹碎了 那么据了解这个龙卷风来的时候 在附近工地也有这个住人工人的工棚被吹塌 整共是造成两处地方有八名工人死亡 那么我也是向当地的这个群镇了解了一下 当时龙卷风来时的一个情况 有群镇跟我形容说 当时龙卷风来的时候这个声音特别大 而且由于这个风是吹断了高压电线 导致这个高压电线放出火花 感觉就像是放烟花一样的 很大的声音棒着很闪亮的这个光 还有这个附近的加工厂的负责人跟我说 当时他听到这个呼唠的声音 就感觉自己的工棚已经是倒了 但是由于风太大 所以他是没法出来查看 那么这次这个龙卷风袭击 也是到附近很多电线杆被吹断 目前这个当地的电力部门 也是正在加紧的抢修 同时当地的政府也是已经开始开展这个善后工作 那么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主持人 好的 谢谢杨涛在现场发回的报道